大家好,我是小猪,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中南眼前 大家所看到的这条路是武汉市中心的一个主干道 武洛漏 今天是12月的15日 现在是下午的3点多钟 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 武汉市市中心最繁华的位置 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 正前方这边是一个商场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什么人 然后这个沿街商务这边都是做吃的 之前特别的火爆声音特别的好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武汉这个位置街上的行人不是很多 之前这个五楼路上面 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特别的中南在一块 因为武汉的中南这个位置 集合了写字楼高端的小区 和一些大型的社区 还有一些大型的商场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这个马路上车也少人也少 真的是特别的安静 我来武汉了十几年 从这边走了很多次 之前每次从这边走的话 这边都是人山人海的 不管是走路的还是行人的 还是上班的白领 还是在这边逛街的居民的 还有是个大马路上的车 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多 但是今天走过来 这边真的是特别的意外 人真的是非常的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左边这边的话 是中间三居 武汉是非常高端的一个鞋子楼 我相信在武汉的朋友们 对这块都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整个武汉中南 这块可以说之前的人气是最旺的 我现在来到了武汉中南路的天桥上面 朋友们看一下 正前方这条路是五罗路 往前面走过去的话 是这个街道口广布头的第一只道光谷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五罗路上面 这个路上的一个车流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之前在这边走过的朋友们 对这块都是比较熟悉 这个路上说实话之前的车非常的多 可以说是一辆接着一辆的 这个马路之前也是特别的宽 双向的一个12车道 宽的话是60米 人特别的多 车多 但是今天这边的车流 我们可以看一下非常的少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金融大厦 然后旁边的话是一个商场 有高端的小区 这边的话是这个中间广场一个写字楼 往前面的话中南 中商 看到没有 中南大酒店 然后这边的话是这个中间三局 这个位置的话写字楼特别的多 白领的话也是特别的多 我今天从这边走了去发现了 今天这个感觉和之前呢 真的是天壤之别和我想象的真的是不一样 我想到放开之后的武汉呢 应该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的 但是今天走过的事实并非如此 我现在来到了武汉的中南楼 朋友们看一下这边就是中南楼 看到大街上这个车 我之前每一次开车顺着边走的话 这个车每次等红利灯的话 都是一辆接着一辆 但是今天这边真的是半天过去一辆车 连低速都没有看到了 这边的话是中商的一个写字楼 之前的话也是白领的一个聚集地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马路上有几辆低速师傅在这边等客 我相信在武汉的朋友们都是比较熟悉的 之前的话在这边 在武汉这边街头打一个低速的话 特别是像这种商业街 可以说是要等半天的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低速在这边排队等客的一个现象 中商广场 玩是非常高端的一个商商 旁边茶远也死了 春开业一直到前段时间 每天都是排队的 今天这边是没有人的 进入商场也是不需要扫码 直接可以进入的 我现在来到了武汉的宝通寺天桥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五楼楼上面的一个车流的一个情况 这么宽的一个马路 寥寥无几的几辆车 然后这边的话是武汉的武商梦时代 上个月刚刚黑的时候 我相信武汉的朋友们应该都来这边逛过 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人几人 因为这个商场也是武汉市最高端的一个商场 它也是整个亚洲地区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单体的一个商场 里面吃喝玩乐 一体系非常的方便 我们大家都知道 武汉放开了差不多有十多天的时间 最近呢 我们武汉这边这个洋洋洋可能是比较多 所以说大家可能很少人出门 但是我相信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 慢慢的可能会越来越好 再说武汉放开的话 对武汉肯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只是我们现在可能都还没有慢慢的适应 我也相信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流逝 大家都会越来越好 然后外面这个繁华 车水 马龙 人来人山人海的一个景象 也会慢慢的恢复 我现在准备走这个商场里面 带大家看一下商场目前的一个现状 我现在走进来了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过来这边逛街 和我之前逛街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逛街的时候 这边开的时间 我进来的时候 在门口还是要预约的 要排队半天才可以进来的 今天是直接可以走进来的 也不需要扫码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这个情况 我上个月过来这边的话 可以说是人几人 每个商场 每个店门口都是非常多人 但是我今天走过来 感觉整个商场好像是为我在盛开的一样 就我一个人在这边逛 看到没有 然后有一些在这边 卖东西的一些营业员和一些老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哇塞 这个商场特别的高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 这么多的商铺 还有这么多的营业员 如果说没有人在这边消费购物的话 他们可能也是慢慢的在维持 他们可能也相信了 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慢慢这个人的话会越来越多 大家会越来越好 放开以后 武汉的商场就是这个样子了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可能有很多人现在正在家里面 正在调养身体 可能也有一部分人现在是不敢出来了 我觉得这种恐慌的情理 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步一步的消除的 而且我现在又听说了 有很多人现在呼吁要这个48小时的核酸 比如说商场啊 餐厅啊 还有一些公共的场所 都是需要48小时的核酸的 这个会不会是一种倒退呢 我自己是不希望这样的 因为毕竟开放才是我们最终的选择